政經關不了 關不了政經 來了來了 我們千呼萬喚使出來 這個台灣台北地方檢察署刑事傳票 刑事傳票的被傳人地址是blablabla 好 那麼身份證明文件編號blablabla 姓名彭文正 彭文正是誰呀 就是我啊 再來 性別 關你差事 還有 出生年月日 嗯 七十年5月29號 對不起 又講錯了一個字 好 再來 暗號 暗游是號股 108年度他自第9478號 這就是轟動無臨 嚇動萬糕的9478號 9478號 來 你說瞧不瞧嘛 就是這個告人的人 我們就用四個阿拉伯數字來形容這個人 就是9478號 好 那案件是什麼呢 叫做妨害名譽案件 應到日期是 109年10月14號上午9點30分 好 開庭進度查詢 查詢需號blablabla 我不用查詢了 好 我上次已經親自到庭去自首了 跟書記官也交手過了 還告訴我們說 你不要來 你不要來 你地狀子來就好 我們地狀子 完全不予回應 好 那 我呢 就在同年 就今年的9月份 911啊 這個恐怖攻擊日 我發動了恐怖攻擊 我作為一個老百姓 我向檢察官評鑑委員會 檢舉檢察官黃偉代呼職守 因為一個案子超過了390天不開庭 好 那我自己本身呢 在2013年 7年前擔任過 第一屆檢察官評鑑委員會的委員 那個時候呢 這是立法通過的 這是合法機關 這不是民間團體喔 那是一個無幾職 是一個良心事業 但是我們是法官法授權 就是如果檢察官呢 有這種違背倫理 各種荒謬的辦案程序過程的時候 以前小老百姓拿他沒辦法 因為你只要不是檢察官法官 貪髒枉法 殺人放火 你根本告不了他 他在法庭之內湮滅證據 標罵你三字經也好 就像有很多那個 憤怒鳥的檢察官法官 你拿他一點辦法都沒有 恐嚇被告 然後把這個錄音關掉 然後痛罵你 威脅你 最後再把錄音打開 你拿他一點辦法都沒有 所以在七年前吧 有了這個法官法授權 成立了第一屆檢察官評檢委員會 來接受 各界對於檢察官的申訴案件 就是說 檢察官行為不檢 行為不當 不當 我擔任了一屆檢察官 一共十一個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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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共十一個委員當中的一個 而且我是檢察官評檢委員會 第一屆的發言人 所以我來告 黃偉檢察官 應該夠格吧 我審過了幾百個這個檢察官被人家告的案子 包括了 黃世銘 包括了那個時候的陳守皇 林秀濤 有監聽案件 有官說案件 結果後來黃世銘被告 他敗訴嘛 黃世銘 還要賠償林秀濤 因為他非法監聽 這種種的事情 都是我們那一屆檢察官評檢委員會 所做成的決定 所以如果沒有那一屆的檢察官評檢委員會 過半數的委員仗義直言的話 這些案件到現在為止 又變成另外的一個冤案 好 那麼我加告了黃偉檢察官 向這個檢察官評檢委員會 提出檢舉 另外我們向監察院也提出檢舉 因為黃偉檢察官 你待乎職守 任憑證據 一個一個被淹滅流失 你卻不開庭 而且不開庭 不傳喚 不調查 不保全證據 沒有任何理由 所以我很懷疑 10月14號上午9點半這個庭 是你審問我還我審問你 我絕對不會客氣 我一定要讓台灣的爛檢察官 羞的面紅耳赤 打不出話來 我評的是什麼 什麼都不是 我評的是六法全書 跟我一槍的正氣 我看不起那些被賄賂的 這些檢察官 賄賂有很多刑事 有期約 有現在 有官位 有未來 有前途 有現金 現在台灣收現金的法官 人數應該變少了 但是就張靜我的辯護律師說的 他說 他不是講了嗎 他有個 有個 一兩成的 這個高院以上的檢察官 結果被告嗎 後來沒事 我們大家還在笑說 你應該被告 為什麼 因為你講太少了 根本不止一兩成 好 那我要講的是 現在直接收錢的比較少 但是像這種也是變相的收錢 也是變相的收取利益 為什麼這樣講 因為他 為什麼不會公平辦案 為什麼不審理 因為他判斷 一個人是他惹不起的 一個人是他惹得起的 街頭藝人是他惹得起的 現任總統是他惹不起的 因為上面還有法務部長 還有檢察長 可能跟他官說 他如果不聽話的話 他喪失他升官的機會 升官的機會 背後就是利益 他的名利可能受到威脅 所以我說 這叫做潛在的 契約的收賄 對不對 他橫租原告跟被告的立場 他決定站在其中的某一邊 這個也是貪賬枉法 所以我要到檢察官 評鑑委員會 被告一順 我說你憑什麼不開庭 請問你 你憑什麼不調查證據 請問你 你憑什麼不接受 原告跟被告的陳述 我在這個案子當中 既是原告也是被告 因為後來我加告了蔡同學誣告 所以我要好好的走一趟 司法公正之旅 各位宇宙政經學院的同學們 願意當被告的街頭藝人彭P的後援會的 願意做我的精神後盾的請加一 願意站在蔡同學這邊 當蔡同學拉拉隊的請加二 好 來看看我們的宇宙政經學院的同學們 有多少人願意幫林環牆教授 幫賀德芬教授 還有幫我來打氣 我跟我的律師都有個共同的信念 這場官司我不在乎輸贏 因為我們堂必黨居自不量力 從整個偵查的過程當中 從前面確認論文不存在 從頭到尾都不調查 不傳被告 不傳原告 不檢視證物 直接判我們輸 而且是在選後三天 這種種跡象就知道 絕大部分的法官是被賄賂了 我講的賄賂不一定是有形的賄賂 而是被那個官威給賄賂了 好 那我們也知道要打贏這場仗 比登天還難 但是我們不是為了自己 我們所憑藉的 是那看不見的 不是那看得見的 因為看得見的是短暫的 看不見的是永遠的 所以10月14號上午9點30分 我要以被告的身份去訓問檢察官黃偉 我要問的是 你憑什麼四百天才開庭 你憑什麼不調查證據 你憑什麼不傳喚相關的人 然後你憑什麼不接受我們的保全證據 還有憑什麼我們一再地地狀你都相應不理 喜歡我們的影片請在下方點下訂閱按鈕 也別忘了開啟旁邊的小鈴鐺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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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